1938年春节刚过 中国空军第三大队 第八重队上尉副队长何信 率队飞赴第五战区 参加徐州会战 他们负责在滕县 临城 藻庄 台尔庄一带上空接机敌机 并协同地面部队防御前沿阵地 人总是想活的 假如你的仁儿命大 死吃点 甚至不死 那么所收获的代价自然相当 这可说是如愿以偿的 譬如吃牛肝子 先苦后甜 这才切意义 假如你的仁儿命短 那么 郝妹妹 你不要过于伤心 你要把仇儿逮大 交大 直到她知道为父报仇 为国学耻失职 同时好好地送了母亲上天 那时你再继于之 最少拼掉一个敌人 我们再在泉下 过那快乐的 不知人间的生活吧 三月二十五日 核心率领十四架战机 与日军的十七架战机 在山东临城上空击战 此战 他们一共击落六架低机 当我父亲带领十二架飞机 返航的时候呢 日本飞机的雷达已经探明 他们返航的路线了 他们马上就派了二十四架驱逐机 埋伏在我父亲他们返航的这个途中 藏在云端 但我父亲他们飞到一个叫马木吉上空的时候 这二十四架驱逐机的从高空冲下来 攔截他们 此刻 双方参战飞机多达三十六架 河南上丘上空 方圆几十里内 飞机翻滚追逐 跑声融融 这时 我父亲这个中列十二架飞机 已经是经过一次激烈的战斗 弹药很少了 机油很少了 面对远多余几的日军机群 河信临危不惧 再次率队冲入敌机群中 一化敌重 血战多事 即战中 河信身重三弹 最后时刻 他驾机全速撞向自己的对手 用直线猛转过去 把这个日本飞机 硬硬地映射在那边撞进来 同归于尽 一九三八年四月三日 中国守军 向胎儿庄日军 发起全线反攻 也是在这一天 河信的遗体被运回故乡归离 共计大会上 最醒目的位置 悬挂着河信母亲近永芳 亲手书写的腕帘 未嫌遗远 未嫌遭在义中 差行而至今成 至小至重 总算不负我生平愿望 修短 虽有树定 只恨敌分上赤 为民为国 其未能流汝 还死虚语 遗体如炼时 金永芳 揭开儿子沾满血迹的飞行服 他惊讶地发现 核心血肉模糊的胸前 一个香包紧贴在身上 香包上 井中包裹四个字 仍以细可见